这班旗的红方一居,双居双炮,黑方双居,随时有居沉底一将落势,在吃屍一将的杀起,现在红方先走,红方首先居平到中间一将,这个时候黑方不能落势,也不能用居吃掉, 这边红方的九路炮随时有沉底叫杀,比如运居吃掉的话,这边沉底一将,形成杀旗,将也挺不掉,这边有个炮,只有氏撑掉,这个时候呢,红方又走出一步好旗,撑氏,挡住这两条鞠,防止他下来将军解杀还杀,下一步准备,鞠沉底一将, 利用这个帅的力量,将军脱袍,这个时候呢,黑方只有出将,出将的话,进鞠一将,只有上将,上完将的话,这边这个鞠也不能动,这边炮栓链住,这个时候,红方进炮,下一步,平到中间一将,形成杀旗, 这个时候,黑方的这个先锋嘛,也防守不到这个点,退马的话,够不到,如果平足的话,方可以吃掉 这样,眼睁睁的,如果吃鞠的话,眼睁睁的看着,红方,平炮,叫门庚,这番琴的构思也是比较精巧的 第一步,去平到中间来,比较精巧,然后称式,解杀还杀,比方只有出将,再进鞠一将,只有上将,再浸泡,这样就形成了杀旗 第二步,再进鞠一步,再进鞠一步,再进鞠一步